2013年的 33 條,現在是 16 禁制的數目 在英文上除了學習10 禁制之外, 你可以可以學習2 禁制和16 禁制 其實我們erten計數機可以給計數十 、16 e 和8 et 但 MC 為出到不會給你按 zad 因為數字更嚴重 我們先嘗試把題目抄出來 好,盡制的16,我們省了就不用了 你會看到ABCD答案 最高是A16的11次方 或是12次方 按機器有多大 正常,直接按是按不到的 即是,如果你轉Mode,然後轉實錄訊鍵 就希望直接轉實錄訊鍵過來看ABCD答案 正常就做不到 所以,我們就要自己數 至於怎樣數呢 首先,你要記住的是 第一個 我們平常說的一個位置 或是最右邊的一個位置 其實是0次方 通常坐在這裡 我們很開心 想說1,2,3,4,5,4,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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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記得是第一個位置是0次方 所以是1次方 2次方 3次方 4 5 6 7 8 9 10 原來這裏寫少了一個0 那所以呢,如果是這樣,移到一個位置,A應該是第11次方 那所以呢,在這裏我們已經知道C和D不會是,因為C和D就說是去到16的12次方 好,然後我們就要想,這個A究竟是10還是11呢? 那我們說16進制最特別的地方就是,16進制正常每個位置就應該有16個數目字可以填下去的 那但是我們數目字呢,0123456789,那就沒有10111213去到16的 那所以就用A,B,C,D來代替,這樣呢? 我們說10,11,12,13,14,15,就是要借別人的 那借什麼呢?就是用文字母,A,B,C,D,E和F 最儘可能,A,B,C 所以最儘量已是為F 那所以呢,A代表10 如果是這樣,答案已經知道A了 後面的東西還需要理會呢? 正常就不能理會 正常錯誤到A就已經知道答案是A 那但我們現在照做置 這個E代表的是14 所以就是... 最後一次就肯定答案是A 這個是14,然後這個15 那我們說15應該是F 然後去到所謂1 1這兩個位置 最後1 1這兩個位置 1 1不是代表11 這個可以按機,又或者1 1就是1乘16的1次方 再加1乘16的0次方 那就是16加1就是17 那就完全對回A的答案 所以答案就是A